由新瑞導演張柏睿指導 將緊美女中拔河隊 勇奪世界冠軍背後動人的故事 搬上大一幕的 歷志國片志氣 即將在春節期間上映 片中除了郭書瑤 莊凱勳 楊千佩 夏安主演以外 還有一部分是真正的 緊美女中拔河隊的隊員們 片中的每一場比賽 也確實讓大家感受到 那種當初緊美女中拔河隊 隊員們在當下的那種 不想認輸 以及堅持下去的精神 其實拔河精神就是 永不放棄 堅持 那這一點 在我們志氣的電影裡面都提到了 那我相信志氣這部電影 在春節上映 可以是一個 合家觀賞的一個影片 那希望大家進戲院去 感受到這一部志氣的一個魅力 那我在這邊想要說的就是 各位拔河隊的同學 或者是各位鄉親 就像我們去裡面講的一句話說 愛上進自己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拔河 志氣的這部電影的一個核心價值 是認分不認命 那我相信不管我們是在拔河隊或是在哪一個工作的一個位置上 我們都要秉持著一個認分不認命 很認真永不放棄 這次的拍片過程 瑤瑤和大家也都是親自下場 絕對不會有提升 然而為了這部片的演出還特地犧牲蒸胖 不難看出演員們敬業的精神 其實我尊重不是刻意的尊重 是因為跟這群小朋友不自覺的食量就變大了 因為他們每天吃四餐 早中晚宵夜 然後我也跟他們吃 然後平常在等戲的時候吃零食 然後我也覺得那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然後就胖了大概三公斤到四公斤 真的為了是尊重的其實是夏安 她真的很厲害 她尊重了十公斤 對 因為就是本身呢 我在裡面是演一個高三的學姐 那其實因為我本身不是練拔河 可是為了這部戲呢 那時候導演就給我一個功課 就是除了要練拔河之外 就是因為我是占第一支 所以我的體型呢 還有我的姿態呢 都要向拔河隊隊員 對 可是我就是很感謝志氣讓我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期望這部立志國篇之氣的上映 仍讓更多人了解他們在比賽的背後 付出了心血與成長的過程 是那麼的不簡單 那麼的讓人感動 也讓這些極美女中拔河隊的隊員們 證明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有多麼的勇敢 記者 郭俊廷 高雄採訪報導